但願再出包 疑似因醫護人員接錯洗腎肌管線 釀成一人死亡 事件爆發一天了 台大終於發生 事後才想滅火愛批想粉飾太平 發出的文字聲明更僅僅237個字帶過 完全不提事發經過 早批態度超敷衍 整起事件發生在5月25號 台大院方卻沒通報上層 直到一個月後 媒體揭露整起事件 台大才發出簡單聲明了事 衛福部 衛生局陸續知情 在事隔一天 台大發言人才發生回應 台大醫院服務態度其實還是好不起來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門診也沒有線號 那你每個門診醫生 連市長都偷酸 台大醫院因門診人數不限制 品質好不起來 畢竟這並不是台大醫院 第一次重大醫療疏失 像這樣子的誤差 本院深表歉意 2011年爆發物質艾滋起捐事件 當時導致5名病患 終身得服用抗病毒藥物 政府跟醫界都應該重新檢討我們對重大醫療事故處理的態度 因為這些處理的態度跟機制都讓我們覺得很失望 台大醫院此次醫療疏失以交由衛生局調查 並且要求台大26號前交出檢討報告 情節嚴重 不排除給予停業處分 醫療龍頭 出現醫療疏失 態度消極 危機處理能力 備手之一 既有林正堅 晚安於台報道